那么强台天吐逐渐朝台湾逼近 气象局今天上午已经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最新的台风动态 立刻请气象主播韩宁来告诉我们 韩宁你好 终于晚安 大家晚安 好 目前天吐的行径速度是怎么样 然后最快什么时候暴风圈会接近陆地呢 其实预计呢 这个天吐台风的暴风圈 今天深夜就会接触到我们陆地 到时候风雨就会逐渐加大 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哦 好 韩宁 那么在接下来 天吐的路径大家也很关心 还有相关的天气资讯也请你提供给大家 好 今天大家可能觉得台风还没有很靠近 所以天气还算不错 这都是因为暴风圈还没有接近的原因 不过可以看到现在天吐台风的暴风圈 就在我们台湾旁边虎视眈眈了 在晚一点点的时候呢 这个暴风圈就会接触到我们陆地 到时候风雨就会加大了 而这个天吐台风现在是个墙台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结构相当的完整 而且暴风也清晰可见 而且它的暴风半径达到280公里 这个威力是不能够小觑的 那它目前的位置呢 是在距离我们俄兰比东南方 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 逐渐朝西北的方向前进 那天吐局今天就已经发布了海上 还有陆上的台风警报 那海上警报的部分 除了北部的海域之外呢 其他地区的海域现在开始 都逐渐有长浪出现哦 所以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到海边活动 以免发生危险 而陆上警报的部分呢 就集中在整个南部地区 还有花莲台东了 其实今天晚上开始 风雨逐渐加大 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哦 那这个天吐台风 预计是在明天的下午2点的时候 中心点呢 会最接近这个恒川部分 所以到时候 整个南台湾的风雨加大 提醒大家 到时候风雨可能非常的大 要提前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台风呢 预计要到礼拜天的下午 才会逐渐的远离 那今天的话其实整个雨势 还是集中在北部地区 今天上午还有下午的时候呢 北部地区还有宜兰 雨势都相当的大 但是要提醒大家 现在东半部地区也开始逐渐出现雨势 因为暴风圈逐渐的靠近了 那这边气象局就提供了 24小时的雨量预测 可以看到宜兰花莲台东 还有南部的屏东恒春 今天到明天的晚上8点 平地的话可能来到200到400毫米 而山区的话则有400到600毫米哦 提醒大家 要小心的就是瞬间大雨了 那么山区一样要严防土石流 那平地的话呢 像是低洼地区也要严防淹水了 那相对来说的话 西半部的北部还有中部地区 雨势就会小一点点 但是提醒大家 强阵风还是蛮强的 要提高警觉哦 那最后再告诉大家几个 天土台风的注意事项了 首先要看到就是呢 那今天晚上晚一点点的时候 暴风圈就会接触到我们的陆地 那现在开始 海边都逐渐有长浪出现哦 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到海边活动 那礼拜六一整天 都是进入这个天土台风的戒备 尤其是礼拜六的晚上 到礼拜天的话 中南部地区的雨势 也会逐渐加大 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哦 那到时候就要严防豪雨 淹水还有土石流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台风动向 我们再把时间交换给宗宇